中国 史玉琦对李子佳那个决赛时候中国教练讲什么 哎呀你的李子佳 失误因为李子佳会莫名失误 到那时候你才加速 所以这个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 因为有之前有人讲说 李子佳可能会放弃澳洲比赛 你会遇到的是 Genting啦 Genting最近很红啊争议很大 大家好我叫江子里呢 喜欢的可以点赞之小分享 不喜欢的可以出去 所以我们来看 马来西亚很多球迷 尤其是李子佳粉丝最关注的一个比赛 就是澳洲公开赛 澳洲公开赛不是一个很大的比赛 可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去期待 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比赛 他是关于到李子佳能不能进 澳洲Final 几近八强的一个比赛 所以很多人 从澳洲这个比赛 走一个小比赛 热点很小的比赛 变成关注很大的比赛 带给他很多流量 而澳洲 他的官方也是很sick走的 他一直会宣传李子佳 李子佳的poster 海报啊 就好像暗示大家 李子佳 真的会来回来 因为之前有人讲说 李子佳可能会放弃澳洲比赛 可能专注他自己的计划 可是 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李子佳有任何 退赛的 方法啦 所以我们就来 分析一下 李子佳 如何 靠这个澳洲公开赛 从低潮 翻牌 变成高潮 挤进 Virtual Finals的霸墙 啊 来 所以你看到今天这样有精神 讲李子佳的 比赛就是 看到我对他有如此的喜爱啦 好不好 所以李子佳在32强会遇到 Qualification Q4就是说 第4个资格 赢的 参赛者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参赛者是谁 所以我们 就 虽然我们就预测李子佳会赢 没问题的哈 OK 然后 他在16强 会遇到的很大的机会就是中国的卢广舟 而这个中国卢广舟目前已经是世界前霸在Virtual Finals 所以李子佳必须要赢 这个卢广舟才难 从那边 拿回他的 手中一票 击进Virtual霸墙 OK 所以 当他赢了卢广舟 这个还是一个 很难讲的啦嘛 还不稳 至少要进4强嘛 所以我们就来分析 他对卢广舟那场能不能打 我们就有所知 你们不要小看中国的实力 不要小看中国因为没有 林丹 没有城楼 没有史玉琪 我告诉你 中国 最厉害的是什么 整个制度 整个教练 整个背后的智团 去分析 尤其是大马的 南丹 你看李子佳给他们分析到 很够力对吧 所以这个我们是贬低中国人的意思 我们是要称赞 中国有真的 这样的制度 所以我是希望 有哪个国家哪个团体哪个自由人 可以 请中国的这个教练制度 来帮忙 比赛 我看到他们打球都是一个很有 用策略打球 虽然他们球员 不是很 有天分 他们会用 头脑 来打球 用战略来打球 我记得中国 史玉琪 对李子佳那个决赛的时候 中国教练讲什么 哎呀你的李子佳 失误因为李子佳会莫名失误 到那时候你才加速 所以这个这句话虽然看似简单 可是这个就是造成李子佳 在第三盘 直接崩盘的原因 所以我们还要给中国教练团一个点赞 啊谢谢你们 帮我们分析那么多很好的策略 就希望 啊 各家 更加多学 国家人学习这套方法啦 啊这个方法 真的是很有效 OK 所以 如广珠对李子佳 经过 中国的教园团 教练团的分析 本来我 预测是 大恶 现在我还是变成 老手一点 5050 因为 李子佳遇到中国男单 大多数的 几率都是三盘 而输去 先生后衰还是 第一盘输 第二盘赢 第三盘就输 赵俊鹏 市井赛 对吗市井赛吧 想遇到输给赵俊鹏 死与其 输给赵俊鹏 又再输给死与其 好吧所以如广珠的话我真的是 有点担心啦 希望5050 因为李子佳可能还有那个新魔了的啦 因为他连续输给中国的 选手两次 他们 不是怕那个选手 他是怕后面的教囊团 因为我相信啦 后面的教练团是一模一样的 他们还是用一样的方法 去攻打李子佳的短处 所以李子佳就 必须要跟他的 自由人的团队去讲 如何去 克服这个东西啦 所以希望他们能成功啦 因为李子佳 他是天生有很大 威胁力的 他就是天生的王者 所以他有那种气场 所以希望 他能用这个优势 来打每一场比赛 因为澳洲公开赛 真的是非常重要 我说final是真的非常重要 好 给 我们就 讲 遇到刘光珠 赢过后 在霸墙 很可能遇到谁 来啦 是我们的 Laksa 印度 印度小义哥 所以印度小义哥对李子佳来说 是没问题的 是没问题的 哦李子佳是一号种子 所以 放行 杠杠 只要用回你的 普通实力打 没问题 好吧 不要慌张 赢了 我看他 比较有可能机会对到是谁啊 所以 赢了 撒 他比较有可能 机会遇到的是 印定啦 印定最近很红啊 争议很大 所以这里有印尼的朋友 有台湾的朋友 我要先讲 羽毛球 就是一个无国界的运动 所以 我们不能去质疑 每个人的决定 包括裁判 对吗 所以 你们讲 裁判不公平 惊庭 不够风度也好 周先生 啊 不错 周先生 啊 苦瓜脸 脸臭臭 这个都是他们 自由做的决定 好不好 所以我们 这个你们可以在评论区自己私底下讨论 我就 本身我就不要去 讨论这个事情 啊 就希望 让这个事情能 解决 以后我们的羽毛球才能更加进步 好不好 就争议性 减少 然后羽球员才有更加信心的去 打出每一场好球 如果 我们太多限制的话 羽球员 就会好像让他没有那种发挥力啊 羽毛球好看就是那种 很多神仙球 如果你有很多限制 在羽球员的发挥的话 整个羽毛球的观赏性就大大减低 所以这个是需要 双方面还是三方面去合作 好不好 所以惊庭最近状态神勇 很可能 李子佳 四强一个惊庭 好不好 所以 只要 李子佳 他 克服那个心魔 四强 没有问题的 四强没有问题的 好不好 就在半决的打赢竞亭 没有问题的 虽然你们讲 他输给上一次交手是输给竞亭 可是李子佳 他真正实力已经是超越了竞亭 好不好 所以你们讲我是 李子佳蛮关的好 不用紧的 OK 就是说你们要去相信李子佳 而 我讲的话 是 很偏李子佳的 所以希望 每个人有自己的 中心思想 每个人有自己的 主观的观点 好吧 所以我们就来预测啦 来啦 李子佳 过了半决赛 拿到8强的 Ticket 然后8强的资格 Wordsofinal 8强资格 他决赛会遇到谁 这个澳洲的公开赛会遇到谁 决赛 总之啦 以正常实力来讲啦 罗杰优 又是这个男兄男弟 罗杰优 他们真的是 很有缘分啦 所以李子佳在上半区 罗杰优在下半区 所以 很大很大机会 我个人的状态是正常的 不要去掉链子 很大可能 10D 青梅竹马 又要决战在决赛 这是不一样啊 在决赛 好 所以 这个时候 双方赢还是输 都没有关系了 因为 李子佳赢了 世界 Virtual final的怕强 罗杰优也找回来信心 所以我说 预祝 李子佳 能在 澳洲公开赛 闯入四强 甚至拿冠军 这个是我们对他的期望 好不好 就希望他跟他 团队 从低潮变高潮 好不好 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 鼓励啊 你们有吸引力法则 你们相信李子佳能 在澳洲公开赛 拿好成绩 进四强 甚至拿冠军 这些东西都是有可能 因为李子佳 最近他的状态不是低迷 他状态不是低迷 他状态你讲的很差 不是很差 人家在法国公开赛 sorry 人家在 打卖公开赛 输给你 施雨琴啊 第2名罢了 好不好 也是一个 很好的成绩啊 OK 所以我们今天 影片就到此为止 OK 所以我们 预祝李子佳 在澳洲公开赛 买冠军 齐卡德胜 抢入 我做 霸奖 刚刚哪 总冠军 好不好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拜拜